锦衣之下你怎么了? 路易上前拉住郑玉起身离开的惊吓,不是太多疑,是她真的不太对劲,她那么想要参与进来,就希望能为自己帮点什么忙,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想要回家? 没怎么啊,我就是饿了,早上出门还让五婶熬了羊肉汤,实在是馋得厉害,惊吓差颗打混地乱说一番。 要说惊吓这个姑娘吧,也有一个毛病,就是自己一说谎就不敢直视路易的眼睛。 这左右乱飘的视线,路易一下就看穿了她的谎话,说实话,你到底怎么了? 路易担心她身体不舒服,心急地问她,在座的他们三个都是大男人,即便是以为人母的惊吓,实在是不好意思实话实说,总不能直白地跟他们说自己长奶了,得回家喂孩子了吧。 这其实也不在惊吓的预料之中,她本就奶水不是那么多,平日也就看看喂饱恒而或是生儿一个,但今日早上出门, 但忧路易的她倒是把这一茬给忘记了,方才长得倒有些发疼了,正巧路易提到吃饭的事情,她倒是可以借吃饭回家了。 谁想到路易还这般没完没了的追问,当下也有些压不住火去了,说实话,我就是想回家吃饭了,大人你们先忙吧,我明天再来。 说完准备转身就走的惊吓,又被路易给拉住了,大人你干嘛呀,我真的饿了,要回家吃饭,焦急的惊吓有话又不能直说,眼眶都有些水雾了,她路易不是向来什么都通通吗,惊吓头一回觉得路易不够了解自己。 路易最是见不得她家姑娘一脸委屈的模样,当下立马安抚,我的错,都忘记吃饭的点了,别哭,想吃无神做的羊肉汤是不是,我们这就回去,不用了,我自己回去就可以,大人你们先忙吧,惊吓匆匆往外走。 路易自然不会让她一个人就这么回去,更何况她总觉得今天的惊吓有些奇怪,对层服和默然道,今天先到这儿,层服你按前面说的去确认一下制牌的真假。 留下这么几句安排后,路易躲马而出,迈步去追惊吓,本以为很快就能追上惊吓的路易,走了好长一段路,才看到正在急步往前跑的姑娘,无奈地加快步伐追上她。 好什么呢,这么饿呀,正要打去她两句的路易,却发现这姑娘红了眼眶。 怎么了,惊吓,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大人,你怎么还追来了?惊吓是真没有想到路易还能跟来,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? 没,没有,惊吓下意识地否认。 说实话,惊吓知道自己还不说的话,路易估计又有得担心了,可这在大街上呢,环顾了一下四周,失忆路易低下头一些,才走进她耳边轻声说了出来。 闻言的路易有一瞬间微愣,才反应过来,是我疏忽了,很难受吗? 嗯,胀得发疼,所以得快些回家,没有其他人在了。 惊吓这个姑娘也顾不上害不害羞,直接对着路易坦白诉说着自己的难受。 可问题是这般难受,路易也无法转移到自己身上来,我马上带你回家。 在路易不履生风加上轻功的加持之下,不但一会儿,二人就回到了路府。 府上自然是没有准备羊肉汤,那不过是惊吓为了在北镇府司脱身的说辞。 回府后的惊吓第一时间去给孩子喂奶,路易知道都这个时间点了,他定然也饿了, 就去找五婶准备了一些饭菜,才回到房中。 看到他进来,惊吓还是下意识地想要回避,路易却坐到了他身旁,也不说话,他依沉默,惊吓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一时之间,房间内只剩下卢生喝奶的声音。 大人你是不是生气了,惊吓有些不确定地开口。 路易想到自己先前在北镇府司的追问,还有他因脸委屈的模样,有些自责地开口, 我不是气你,是怪自己不够细心,竟然都没有想到这事,还一直逼问你,让你受委屈了。 惊吓没有想到他心里会是这么一个想法,这怎么能怪大人呢?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,我那会儿只是不好意思,毕竟莫大哥和陈福都在。 我知道,路易摸了摸他的头,这是他的小姑娘,也是大孩子们的娘亲。 这可要喂多久,你看他吃得倒是欢快,路易低头看着他怀里的鹿生,说出来都好笑, 他竟然内心会有一种自己的东西被人霸占了的感觉。 听娘说,怎么都要一年时间吧? 这么久,不行,家里还有乳娘的,路易开始拧眉。 惊吓顺嘴答话,不是只有孩子要吃,我也会长得样,你还有我,路易脸不红气不喘,神色淡然地来了这么一句。 听懂他话里意思的惊吓,脸煞时就痛红了,大人胡说什么,生儿还在这儿呢? 他还小,你确定能听懂,确实听不懂,惊吓哑然,他家大人真的是。